有牺牲的一些人 这个有一些家庭 他们刚刚信主或者是 信主的时候 孩子都已经大一点了 所以说不是 这怎么样帮助这一些 后来信主的 然后孩子也一起 等于是一起的 如果一个孩子 一个家庭里面 他的孩子可能都已经比较大了 然后父母亲之后才信主 我觉得不要觉得说 你是好像输在起跑点了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机会 今天爸爸妈妈 我对圣经也不了解 我对耶稣也不太认识 然后今天我的孩子 可能也是懵懵懂懂的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不要灰心 不要难过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机会 让他让你的孩子 可以跟你一起在这上面 来成长的一个机会 而是说我们一起家庭 我们有花一个时间 我们可能如果说 你觉得一天 每天读一点 这是一个太大的 一个承认的时候 maybe我们几天之内 来读一个短短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我们家庭里面 一起来看一个video 或者甚至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 这样子 祷告什么 讲什么 看什么 我也不晓得 可是我们家里 一起慢慢的figure it out 这样子 而是让孩子 能够看到 其实父母亲 也是好像在 从零开始一样 然后可以看到 父母亲是慢慢的 也是这样子 在开始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说 不要觉得说 你输在起跑点上面 或是什么样子 而是这是一个 更好的机会 让你的孩子 能够看到 哇其实爸爸 也是跟我一样 就是从零开始一样 今天有一些家长 可能还没信主 然后他们把孩子 带到教会里面来 因为觉得说 有一个教会的信仰 是好的 这样子 能够认识神是好的 尽管他也不太晓得 这个神是谁 可是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大环境告诉我说 有一个信仰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站在一个教会的立场来说 我们非常的欢迎 这些孩子 我们很乐意 见到这些孩子 来到教会里面 然后有一个 这样的机会 来牧养他们 来教他们 认识主耶稣 然后如果说 今天有一个父母亲 有一个父母亲 是一起来教会的 是已经信主的 弟兄姐妹 可是他的另外一半 还没的时候呢 我觉得也不需要灰心 你今天真的是看到 借着祷告 然后把你的家庭 把你的先生 把你的太太 把你的孩子 带到耶稣的面前 继续恳切 不断地为他们的祷告 为他们的生命 为你们的家庭 继续来献上 这个祷告的一个白相 我觉得 这个上帝的timing 是在他的手上 所以不需要灰心 我觉得继续地 做你能够做的 继续地在 你属灵上面的追求 继续来 在你的生活上面 来荣耀主 你的在家庭里面 你的生活的习惯 在教养孩子的方式 然后继续地持续下去 我觉得 其他的一切 就是交托在主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